我俩认识一年多了 慢慢我觉得他真的是不靠谱 总是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困扰 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热情又正直的人 他在外面又能吹牛又能懒事 没有他办不了的事 其实我有好多事情吧 都是出于好心 他应该对我多一些理解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 男嘉宾 米先生 23岁来自山东银行内情 女嘉宾 王宇士 22岁来自山东化妆师 有请 你今天来诉苦的是吧 对 诉苦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跟小米在一起很久了 然后慢慢地发现 他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的人 好面子 在外面跟谁都喜欢 我来唤我 他回来唤我 我来唤我 我来唤我 很多人闹黑 我来唤你 是什么 我来唤我 我来唤我 你 那边唤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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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给一些明星化个妆 还有一些电竞圈的职业选手 他就有个朋友呢 就是电竞迷 一听来劲了 哇 给电竞圈职业选手化个妆 然后就问我 就说能不能帮他弄个鼠标垫 我当时就在犹豫 我说该怎么拒绝才能不尴尬呢 然后他呢 这时候也来劲了 直接说 哎呀 没问题 就包在我们身上就行了 我当时你说 我直接拒绝人家也不好吧 然后让他面子上也挂不住 我当时不就听似你给人化妆 你签个名这不小事吗 说句话的是 你知道我有那能力吗 而且最后他弄到了 你知道吗 他弄到了 现在这其实干嘛呀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金吗 我找了多少人吗 我是他们的化妆师 我又不是他们的亲密好友 我让他们干啥就干啥呀